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相逢宁静中 让我们在宁静中 找到自己领受智慧 现在我邀请你 找一个安静的空间 调整舒服的姿势 微微闭上双眼 自然缓慢的呼吸 让自己慢慢的放松 请相信 至高者正义慈爱的目光 注视着你 如同温暖的阳光 将你环绕 今天 我把前四天的标记 一杯水 花园的土 祖父母和父母的东西 镜子都放在身边 祖父母都放在身边 装弄 祖父母 像时 永远 祖父母 帅 祖父母 祖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我的想象中 我冒冠造物主和万物 每当进化分裂成两个物种时 这两个物种就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在这里 我首先想象着万物共同的第一个祖先 我了解成长的生命的网络 缘合细胞 细菌的世界 从拥有细胞核和DNA的真核细胞中分离出来 我看到枣泪 从海绵中分离出来 脊椎动物 从无脊椎动物中分离出来 昆虫从千族动物中分离出来 植物和树木 从泥土中分离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慢慢地 爆炸性地开了花 我看到两些动物 从鱼类进化而来 恐龙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 鸟类从恐龙进化而来 猴子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等等 直到类人猿和原始人 从他们共同的祖先中分化出来 我看着这棵生命之树在成长 分之死亡 发芽 发芽 延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自己 与每一种生物都有联系 从原生动物到原始人 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因此 我和他们都分享着 一个共同的祖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这个祖先生命的一部分 我与这个神秘的存在 与万物中的造物主密切相关 接纳永现的生命 随着它的成长 死亡和改变 强烈召唤生命本身 进入更伟大的目标 这对我与造物主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着崇敬之情 将这周的四个标记 水 土 祖父母或父母的物品 和一面镜子 以扮演的方式放在我面前 我祝福他们 此刻 我沉思 我与至高者的关系 到底有多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刻 我与至高者聊一聊 就像朋友一样 我也请求 获得来自他内的平安 与安慰 感谢观看 现在我邀请你 把默想中的果实 带到接下来的生活中 在自己的思 言 行为中 慢慢扎根 尤其是当再次 遇到挑战 或感受到不自由时 特别提醒自己 当下这份经验 我可以选择 回到这份连接 以及至高者的爱中 亲爱的朋友 祝你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